報告主席 跟我們的修復再利用計劃的建築師 他就請他說明一下當時研究 在修復再利用計劃的一個研究的結果 好 修復再利用計劃的建築師 不好意思 我是修復再利用計劃的主持的建築師 曹維 那當時候當然關於這更名的事情 當然有非常多不同的討論 當然我們當時候在修復再利用計劃的內容裡面 大概都已經有指出了 就是說這三個名稱當然它各有各的不同的意義 特別是說 第一個當然是 通常以這個文資的一個指定的情況 要不就是最後 要不就是第一個他們剛時候指定的一個內容 那但是因為就是 在這個 跟這個居民的一個討論過程中 居民還是希望就是以第二階段 就是所謂的那個 台北智商所這樣子的一個名稱 做為一個他們最想要 希望更名的一個部分 所以在之前都會再經過那個相關的 那個專家學者的討論之後 才會提報這樣子的一個變更名稱的一個需求 那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還是要尊重整個文資委員的一個意見 跟他的決議 謝謝 還有一個其他文言有意見 我建議 因為他才學委員講 在這裡要從場記憶 就如說我們建國皮球場 我們為什麼不叫高砂皮球場 我這個知識體 你要全台北市的 我們都要再重新檢討一次 然後我也很喜歡那個 那個歐槍有點高谷 去谷不遠 那個感覺很好 但是這個因為現在到很多 很多古籍名稱的命名的問題 我們另外一個會議來解決 好不好 因為這樣七十八十 我看不見得妥當 這個要再研究 所以說範圍 這個座落範圍大家可以看到怎麼樣 今天因為有兩個問題 好 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這個本案 我剛才的建議大家可以同意嗎 因為那個一條問題來 沒有一個小時大概還跑不穩 如果還是聽得懂 好不好 就本案我們這個 投票 投票 找工作 金融八至下視定古蹟 肘運 依據文化保存法第24,30條 古蹟修復我與再利用辦法 第33,19條 辦理行 sür 1 1995年6月23日公告指定孙韻泉重慶南部屋所为本市直辖市定谱基 2. 可曼系本局委托吴宗雄建筑事务所办理修复及再利用计划 本局于112年8月20日邀请民副国务员 吕训良委员 陈彦良委员及王慧君委员召开其初审查会议 会议结论其中报告修正 序于112年1月16日邀请民副国务员 吕训良委员 陈彦良委员及王慧君委员召开其中审查会议 会议结论大陆集中报通过报告修正 序于113年3月6日邀请民副国务员 吕训良委员 陈彦良委员及王慧君委员召开其末审查会议 会议结论修正后书审 三 吴宗雄建筑事务所于113年5月10日提供修正法报告修过局 本局序于113年5月17号专请委员书面审查 审查结论 本案原则审查通过 113年6月19号同意本案虚措物资会审议 四 本案已于113年1月18日办理修复及再利用计划说明会 公告请委参阅 地着土地范围为红色框框的部分有三栋建物 建物照片 已罢本案提醒本省议会审查并依审查决议办理后续 以下请建筑事简报 好 谢谢 谢谢 由晨熙建筑事务所郑昇宏先生提告 对 就是 吴宗雄建筑事务所 吴宗雄建筑事务所 好 这种是这种带上去的 不是建筑 晨熙是神一案二跟吴宗雄 那这个案子应该吴宗雄 神一案八是吴宗雄 吴宗雄 对我们之下室雄建筑事务的重新南部域 所修许的这样子 做一个简单的公明 那这是原有的公告内容 那建筑所在的位置是在 地址是在重新南部的断楼下 在植物园的附近 那本案的解告大家大概分为 以下这几个部分来多说明 那这是整体报告出的这个价咒 大家来分为以下巴掌 那第一个部分 我们针对地址跟建筑的部分 进行大致的说明 包含从最原故具的整个 新建的这个历程 然后我们建物的新秀的这个严格 跟后续的这个严格 跟后续的这个严格 这个严格的这个严格 这个严格的这个严格 然后做一个简单说明 然后我们大致把这个 整个新建历程 它分为四个阶段 那第一阶段 那第一阶段是从 创建之初的1903年到 战前的1945年 那第二阶段是 战后的1946年到1979年 就是续远先生 陆远之前的这个严格 这个严格是从1980年到2006年 那2006年就是 续远过世的这个时间点 那最后就是 续远过世之后 把它离开这个严格 到后续 我们到你接完之后的 这些后续的再严格 这个状况 那这是续远先生的这个严格 那但是我们也把整个 曾凯修的这个历程 那做过一些相关的史调 或者的解释 那依这些解释的内容 然后针对建吾原貌的部分 来进行一些分析 那在这一次的内容里面 它也针对当时候 这些图在这里的时候的一些 加工的一些 员工或学部等等 这些关系列人做的 相关的这个方式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对现况跟所态的这个内容 进行这个调查 那这是整个西地盘性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也把现况所态的部分 分为不同的这个 这个作造的这个部位 然后进行检视 那从最下面的这个台西地理 到四年外的这个墙体电话 到5点分层的部分 那这对不同的空间来进行 这个现况所态的这个调查的记录 那这是相关调查记录的这个状况 那会把各部分的这个内容 大概做一个解释跟整理 那这个部分大概就是 岳幕构造的部分 大概现在仅剩这个盒管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大概也做了相关的这个解释 那另外就是在本案的这个 各路范围里面 事实上有三颗受盲的注目 那也是对这个受保护树木的这个部分 因为受保护树木的这个 这个编号2431的这颗黑板素 先前就已经有受核跟B的这个影响 那我们在这一次大概也正对其他的这个 受保护树木的部分 来进行核跟B的这个检测 那在距离A树最接近的230的这颗黑板素 那也在部分的根系 也有解除有核病这个污染的这个状况 那经过判断大概是属于比较初步的这个感染 所以目前大概也有进行进行的这个救治组织 那整体的结构安全的评估 因为它已经修复完成 所以在核管阳管的这个土气困体的部分 它目前都可以符合现行的这个耐震的规伴 那新管的部分是在前次再利用的这个工程里面所兴建的 那它也依当时的这个系型的这个法规 那取得建设的执照并取得使用执照 所以这个部分结果全是无余的 那整体的修复其在利用计划的内容 也针对文化市场的价值 统新做了一个一个检视 那针对公报的内容做了一些修正的这个限制 那也提出了修复原则 跟在利用的这个内容 和后续执行修复其在利用化工程的这个经费的代表 那在文化市场价值提供的部分 我们也针对福西指定及费指審查办法里面的这个内容 那这三项的内容再重新做了一个检视 那对于公报内容修正的部分 大概主要是 第一个是土地地驼的范围 那土地地驼范围最主要就是目前事实上 整体的这个坐落范围里面包含了原本的计划道路 就是五十三之三的这个币号 那这个币号里面还包含了一颗现有的这种数目 大概也是多在这个币号的范围内 所以我们建议是把原来的公报的 这个南海断五小段的五十三币号之外 再加上五十三之三的这个币号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指定理由的部分 大概也刚刚有提到就是重新做了检视之后 大概现在的这个指定办法里面的这三点 那详线内容就是刚刚前一页所提到的那些内容 重新做为植地的理由 那在整体的这个修正范围建议里面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在左侧的这个部分 纳入未开辟的计划道路的五十三的 这一块地套的这个范围 那在古基的这个植地的内容 红色的部分包含A洞的河管 就是B洞的洋管的这个部分把它定名 定为这个五基本体 那后侧有一个鱼尺的这个部分 我们建议把它定为 定名为五基的附属设施 那另外C洞在后续再利用的部分 所建造的这一块心管以及四周的这个围墙 把它定位为再利用地奥设施的这个部分 那这是整个修复原则 就是第一个就是学有情报复原的这个项目的多名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以现在科技分工法 制作的这个项目的多名 那在这种空间的规划 它目前就是作为一个展示馆 那盒管的部分是主要作为长设的展厅 那洋房的部分的话包含那个有展示 长设的这个展示厅以及细化的展示厅 就是特展的这个部分 那在修复及再利用的这个历程 大概也依序后续这个新化完成之后 后续地区办理的这些相关的内容 包含整个后续的这个规划设计 还因因计划的这个变分的这个设计 以及学区的这个相关的额图密的检测 然后以及助保 然后跟后续的这个规划设计的审查 到工程发报内容大概都做了一个完成的规划 那预计整体完成的时间会在116年 那相关的经费的部分 大概也依据这个计划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调查的结果 然后并且相关的这个预算 那整体的工程经费 它还是1600万左右 以上做简单的作用 谢谢 谢谢 谢谢胡建主事的报告 回过来 刚才审议案期 台塘台北仙库的这个案子 出席委员九人同意 五人不同意 答出席过半数 基本上同意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名称可能另一 另外一个时间就有名称再讨论 现在的话是同意的 谢谢各位 现在就这个孙逸选 从姓南路易所的案子 各位委员请发表意见 要欲 tocar 您好 没有意思 有没有意见 就ắc,'哪 Boulder seems at'A弁kkk' 跟钱贼丹尼 shipping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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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Yemen2 禁止清燃谷基 张询雇居修复体 该用计划提新审议 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 第2四条 谷基修复提债率文案法第13条 办理情形 1.本案于103年6月13日公告指定 将全部据为本市直查试定谷基 2.本案使管理单位奔赴公务局 公园路登工程管理处委 博城西建筑师事务所 办理修复提债率计划 本局于110名左右10名交集 薛庭委员、王贺军委员 李文良委员召开审查会议 会议结论略以修正后复审 序于112年11月22日邀请薛庭委员 李富国委员、王贺军委员、李文良委员 王贺军委员召开副审会议 会议结论略议修正后书审 3.晨西建筑师事务所 于113年1月31日提送修正版报告书获局 本局序于113年2月6日 专请委员书念审查 113年4月11日同意本案续送文资会审议 4.本案于113年5月10日曼理修复局 再利用计划说明会 这是古迹公告 这是市林管理和张寿过居的相对位置图 绿色的部分是市林管理 那张寿过居在左下找人色的部分 这是张寿过居的地级图和使用分区图 请委员参拓 这是建屋照片 你办 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查 并以审查决议案例后续 那接下来请事务所报告 谢谢建筑 请承稀事务所报告 好 感谢主席还有在座的葛洛伟 那我们就 以上就针对我们这边所列的八项的这个简报 大家进行这个案子的一个说明 那我这个张寿过居是在2014年的时候 被指定成为台北市的这个市定府省 那他主要就是当时曾经担任过行政院院长 还有中部秘书法张寿的居住的一个寓所 那设计这个寓所等也是在战后 相当具有代表新的这个建筑师王大 那整体基本上就是符合了相关的这个肯定基准 所谓的具有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或者是跟历史的人物有关系 也有建筑史上面的一些意义及相关的 那目前保存的范围是包含雇居的本体 另外还有周边的这个用人房租 历史以及车库的部署设施 那因为他是担任过这个总部府的秘书长 所以他的这个官邸设置的位置就是在这个 市邻官邸旁边 目前是在这个市邻区的竹林段二小段的294-3D 他占的是其中的一部分 目前的官邸还有使用单位就是公登区的这个园艺管理所 那这个基地基本上在清代的时候 是属于这个孜然一榜 这个福德洋庄的三子角这一代 那在日本时代的时候 因为当地有这个特种这个柑橘 为了育种的关系 这边就设立了这个所谓的园艺试验场 来推动相关的这个产业 那到了这个战后 这个市验所就从原来的柑橘的培育 变成是以花卉为主 不过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市邻官邸的一个进宿 所以让这个周边的区域就变成是 整个台北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军事的一个中枢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会把张群的这个居所设置在这个中边 事实上也不意外 就是比较先进这个权力的一个园形 那也算是战后工政府外交互动 具有政治象征一的一个重要场所 那张群本人事实上 长期就是担任这个蒋中正总统的一个重要幕僚 涉足这个党务还有这个行政相关的事 也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治理经验这样子 那他搬到这个故居的时候 事实上就是他在担任这个总统府的 这个秘书长的任期之内 那他在私人的生活方面 事实上在这个寓所他也常常跟他的一些好友 像张大千 张学良 王兴亨等等 因为他们都很爱吃 他们就是以食会 所以他们就组成了这个转转会 那定期会有一些活动这样 那另外设计这个房子的这个建筑师这个王大门 基本上就是运用他传统的创作的一个风格 在传统的这些建筑的这个文化里面去融入了 现在的建筑应有的一些解约和俐落 这样的一个设计风格 那特别是这种房子他有比较不一样的一个需求 因为他有这个接见外宾 这样一个公共性的这个空间的需求 所以他就引入了一些 他在做公共建筑设计的时候 比较常见的一些守法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个大空间里面会有盒子的 那在迎接的这个入口外面 或有这个权备的预批等等 这些这样的一个设计元素 那在本案 本案有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共性就是 当初在指定这个补机的时候 对于他的这个新建领带 并没有明确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时间点 那由当时很多的研究指出 他们推测说这个故居落成的领带 可能是在1977年 但是透过本研究的一个图资的一个比对 还有去做一些史料的谷述 特别是我们找到了这个建物的平面成本表 里面的一些成本 就明确的指示出说 这栋建图式上是比当时推断的时间 可以更往前推到这个1967年 当时的起照是这个中央影响 那这个从1967年起到到现在 基本上它的整体的一个配置 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这边主要看得到的有一处增见 就是在图式上面的这个 副主建筑的A2跟A3之间 有一个T1这样的一个比较的增见 那建筑本体基本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它的虽然是一个私人的一个住所 那所以它里面就包含了像右边绿色的 是比较是私密的个人生活起居的空间 但是在它主要开放的部分 蓝色的这个区域 事实上就是这个张玄 他接待外宾的这个具有公共性的一个空间 主要是配置在这个建筑物的这个中种线上面 那旁边有这个红色的部分 红色的就是服务这个公共空间的一些 服务性的一些空间的一个配置 形成它主要的一个格局 那这个建筑物在落成后 基本上就是由张菊先生跟他的这个家人 在居住使用 一直到这个1990年 他过世以后就闲置 这期间虽然有一些产权的移转 但是在2008年的时候 事实上是它目前的这个现况 最主要变更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2008年 这个公共处的这个园艺管理所 它的这个办公室就进驻使用 所以就进行了一些整修 那这个整修基本上就是配合他们的空间需求 做了一些格间的一些改变 那在这个建筑物虽然是两层的建筑物 但是在原本是设有电梯的 那在这次的这个整修过程里面 事实上就把这个电梯拆除了 那这个电梯井上面就有加装了一些天窗等等 那这个建筑基本上就如同刚查到的资料所显示的 它本体是一个家传砖造这样的一个结构性 那也配合它的这个空间需求 它公共性的部分在中轴线上面 最主要的这个接待的空间A2这边 它就是有运用到这个格子梁的这样一个做法 里面甚至是有设置壁屋的 从这边就可以去瞭望到它后面的这个庭园的一个空间 那入口的地方 入口的地方就是那个王大宏也可以看见的一个设计的一会 就是这个玄壁的里面 就串联起中轴线的一个公共空间 那整体外观基本上它的墙体 就是用这个清水砖这样的一个结器 那柱子这个主体结构的部分 它就是用展石子去做一些装修 新增它的一个主要外观的一个特征 那庭院的部分 庭院的部分有前跟后 那前面主要是车道 由车道它就去围坐出一个是岛形的一个刮骨 那后面主要就是一个比较是属于传统的一个原理 里面就有石头的叠气有水石灶茎 然后里面有三叉这个红墙 那特别张群他本人是留日的 所以他在里面又加上了一些日式的元素 灯笼、灯饰等等做一个点缀 那只是就像我刚刚所说在2008年 这个办公室的进驻对于整体进行的一些整理 所以里面的植栽还有某一些山水的这些造成 事实上经过了一些改变 那藉由以上的我们的调查 基本上它的文化市场价值 还是足够它当初被指定的一个理由 那就是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 这里面最重要是他在这个空间里面去进行了很多很多的外交的一些活动 那艺术的方面主要是在建筑的部分 那这个王大宏就有一贯的呈现他整洁优美的这样设计的一个手法 把那个中国的建筑进行转化重益 去建构了出这样的一个助展 那在高度科学价值的方面 基本上也是配合他的空间需求 他去应用的一些比较特殊的结构的一些造型 像格子里面或是玄备里面这样的一个理会 那关于本案的这个土地定着的一个范围 如前面所述 本案所在的这个土地定着范围是在294-3D号里面 他有化合说是部分 那我们是建议说让他的这个整个保存的范围能够更清楚的话 事实上是可以再稍微去做一些土地的一个分割界地 那基本上北边就是以苗土的围仪为界 把他跟北边的苗土的空间稍微区分开来 那其他就是以他现有的围墙或是水溝为界 来把他的土地做一个清楚的一个划分 那未来的在意用部分 基本上目前使用的这个围役管理所 他们是会签出的 所以这个空间基本上会从整个名人故居 这样的一个主题做一个经营的方向 并且结合台北市的老房子的文化运动2.0计划 来引入民间的一些云域创意这样 那基本上内容会就是针对张群的故居 做一些历史的一个展示 并且配合我们刚刚所说的 张群他的生活里面 事实上非常重视迷失这个事情 所以他才会有转转会这样一时会有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结合 就是以这个餐饮服务为主要的一种 复合多元式的一个使用 那本栋建筑物它的一个损坏 基本上它虽然从19670到现在 已经很长了一段时间 但是它的整体保存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 只是有一些精明的一些材料的液化 或者是水的渗入造成的一些侵害 还有一些局部的后期增改件 那也难免会有一些白滑或是污损的一个状况出现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所拟定的一个修复原则 基本上我们希望还是使用原材料 以现代工坊作为一个修复的原则 那也希望是可以再恢复它原有的一个原始的一个配置 特别是中轴线上面的从入口玄关门厅 一直到后面的客厅接待 串联起后面的这个田园景观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是照它原来的方式去进行修复 那它比较有特色的格子梁这个空间 我们希望也是可以让它去展现出来 不要做天空化去做遮蔽 那再来就是那个王棠建筑师 他所设计里面被大家所讨论的 就是这些开口部分的这些比例 也希望就是能够把这样的一些视觉效果 做完整的呈现 所以它目前有的外挂 我们希望都可以把它移除掉 那针对这样的修复原则 我们去拟算后面的一个预算的话 那整理题的这个修复的总经费 估计大概是在3500万左右 谢谢 谢谢 好 这样请就张群顾居的 请委员发达意见 谢谢 来 刚才到最后一页再往前面去 公布报告书120万呢 这个标点的话打错了 可能会误解为1200万 好 不好意思 我们首先要有人发言 是 是 很勉强 真的 其他委员就 这个 因为前次整修是那个 为了公允自己用 所以大概破坏的太厉害了 现在在修会 比较坚定原貌 同事比较好 还有没有 谢谢 谢谢 有个人有名的意见 OK OK 如果没有其他意见 那么我们投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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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各位委员我尽快报告 赤霞施定補机张群故区修复机 这种计划案的审议结果 在场委员14位同意 0人不同意 查出席委员过半题 故本案确议同意修复机这种计划 谢谢各位 我们今天的会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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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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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